现在经济不景于谷店铺之前还靠自由行 但问题是本地真的很惨 不景的情况下大企业开始有些裁员 先问一下IT界 为何很想问这件事 狮子银行早前说裁员 然后有黄东城出来保证 我虽然裁员 但三年后人工数目比现在还要多 一路财一路请 但财的人是后勤人员 其实后勤人员也挺包含IT 是否经济不景时 IT的人是最惨的 是 经济不好或甚至经济好 而令到有些公司觉得这段时间 更加有竞争力 很多时候开刀都是找一些所谓backoffice 跟着IT都会是一部分 这一个其实全世界 包括香港尤其是一些大的金融机构 他们很敏感 关于股票的分析员 各样东西 又批评他这样那样 我觉得今次好像私資银行 他们也是某程度上要交货 是 跟着几间银行 全世界都开始有类似的宣布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始终做我们这行 是有这一个不好的风险 但是亦都其实 你看回 真是影响最大的 其实始终是金融业的IT的人 因为金融行业在这方面 是最敏感的 有什么时候突然之间 一起 其实你这样计算 IT人员在私事银行过去几年 其实增加很多 在中国没有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 后来又好像不够还要再升 火炭又有一个后勤中心 其实人数一直在加 接着又减少 你说3000人是佔了多少 和3000人是怎样分数呢 这个就不知道 但是我想整体来说 以香港一个国际城市 经济比较先进的城市来说 正正就是不可以那些IT的工作 就只是依靠在大机构里面 做事各种 包括资质银行 包括其他大的金融 或者其他行业的机构 做用户公司里面的支持 甚至development 不可以只是做这件事 就要发展到一些 属于本土的 或者就算不是本土也好 是一些制造者 这些公司可以是内地公司 如果有需要 真的我们说不是人工便宜 不过有很多原因 你是要在香港做一部分研发 或者产品开发 或者销售等等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过去一方面 各方面做得很成功 譬如金融业、物楼业等等 很多行业用IT 用得很成功 但是于时间 经济的系统一路上落 那时 它又要有压力 又要炒炒人 但是你见到很多时候 在这些系统 量度下落的时候 反过来 就是在外国地看 变了很多 说是IT的大的公司 其实都是在经济低潮的时候 来出现 包括你现在说的最贵的 T-shirt的Google 甚至有人说是Apple 那时也是的 你查看他几年出生 八几年、七几年 那时 Microsoft等等 所以其实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些能力政策 或者是可以吸引这些公司 不论是或者甚至是一些创业 可以在香港也要做得大的 或者怎样可以和中国配合 或者就算香港很困难自己要做一间阿里巴巴 但是要叫阿里巴巴来香港做多些事 我觉得这一个反而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地方 不只是说你很困难 你叫大银行 你说经济不好 你也不可以裁员 他又不理你 我也想 但他又不理你 但有什么是可以令到一些本土的IT公司 可以成为安全港 其实外国就是这样 他一样是有很多人在一些用户公司里面去打工 有些人去自己创业 或者在一些大的Google、Apple 总是你会见到多了一个安全港 一个上一个可能他没有跌得那么紧要 或者似乎还在升 他又可能去请人 我觉得要做这个平衡对冲 没有办法 你知道香港的 那你又不可以靠政府 是的 可以靠的 但我们至少等多两年 年多 至少我又不相信 只剩余的年多 没有年多 七月 没有年多 一年也没有 七月 春年 七月一日上任 新上任 每一年也没有 你都不会期望现在什么 为何要等年多 因为新的上来也要慢慢坐下来 才做事 然后你又要等九月 选立会 对 又要立法会 所以未有事做得至 所以我觉得 是没办法 但金融机构那一部 一定是这样的 尤其是大那些Bang 即是外资银行 他一个IT部门 等于我整间公司可能一年的营运开支 一个月的营运开支 他们可以 因为往事的时候 你知道交易量是暴增的 暴增的时候 会经常死机 你知道 大型银行都经常 联络交易都可以死机的门 请多些人回来 搞好他 到了现在 成交急跌的时候 我的伺候又不用那么厉害 拜托你们走 他们实是这样 所以流动量 随着市场的成交金額多与少 他们一定会是这么大的流动量 但正如你所说 IT是否只是帮一个金融机构去做 但香港你也知道 永远都要跟上海争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但其他地位他又不争 不知为何 譬如说 香港有些动画做得很好 为何你不发展那些